我首先讲讲垃圾征费的原因 其实这个也是全世界现在都有一个共识的 就是我们需要把垃圾变成我们的资源 这个资源循环其实无论是国内或者是国外 或者是其他的亚洲区的城市 很多都开始去用 那我们要怎样去做呢? 那我们相信就是对于香港的市民来说 他们其实的适应能力都很强的 但是我们是需要给一些经济有因他们 对于市民来说 他需要是感觉到 原来我是要做到一个回收的过程 我是可以省到钱的 扔少一点省多一点 我们要做到这一件事 所以我们就推出一个垃圾收费这个计划 希望每个市民可以有一个经济有因 而令到他们将自己家里的回收费分解出来 达到一个减费的效果 这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都应该是在纷尽于小时候 也认为是拥有的